測試輪胎也好 開發輪胎也好 這個平台 所以我們就請這個MV3來做 在這一次一個比賽來講 我覺得對於車手 甚至車隊來講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因為沒有任何的一個 之前的一個數據 也不曉得說油耗 你不曉得說我們排位賽要加多少油 甚至在這個賽道裡面 我們怎麼樣的設定是最好的 所以說其實對車隊來講 跟車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必須要有很豐富的經驗 才能夠很快的迅速進入這個狀況 這是我第一次在LMV3的車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在隔壁的車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在隔壁的車 這是一個很棒的車 車的車是有點困難 因為它是很小的 我認為它是太小的 這車的車是太小 但還是很開心 抵達車 比賽現場 剛才我們也看到了 在發車之前相關的一個情況 而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在發車之前 稍稍給大家回顧一下 在昨天LMV3的 這個高級當中的一些精華的片段 那这个呢 其实在昨天当中啊 这个排位赛啊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状况呢 出现在这个排位赛当中 包括刚才我们的同事啊 在场下采访选手的时候呢 也都提到过的一个天气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待会呢 再跟大家呢 具体再说一下 现在这个天气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那在昨天这个排位赛过程当中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起步阶段呢 其实在第一个弯位啊 非常非常的一个拥挤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在之前的一个雷洛赛的一个qualify当中呢 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爆缸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在一号弯二号弯的地方呢 其实是有撒过一些砂石 所以令到这个出弯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车呢 一个抓地力的问题呢 出现一个情况的 而另外在昨天这个揭幕战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留意到刚才的其中的一幕 也就是在今天比赛 刚未出赛的这些车队 95号车 Winslow他出来的时候呢 那一下子有一个打滑 直接给对方呢 是顶了出去 而且在整个的 一个缠斗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可以留意到非常的精彩 包括33号 我们今天呢 可能会更加多的去关注的一台赛车 大家也要留意 这台赛车呢 是叶红利 还有是马清华所驾驶的这台赛车 那今天呢 他们的发车的位置呢 是在第一排的第二位 这个从内线的潮车也是非常的精彩 但是刚才也是提到了 由于在之前的一个比赛的弯道的过程当中 对方的一个急刹车 然后之后令到他们呢 被赛会呢 是罚通过维修区 同时呢 就令到他们呢 损失了10秒钟的一个时间 而今天呢 只能在这个第一排的第二位的位置呢 进行一个发车 当然在今天的比赛过程当中呢 要看一下他们这个 首先一个起步的一个情况 到底行不行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天气变化的一个原因 而在这个揭幕战的过程当中 最后的两分多钟 由于这个下雨的原因 大会是摇起了这个红旗 终止了比赛 这个呢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啊 所以这个天气到底会是怎样呢 而今天在这个正赛的过程当中 Miles Race那边呢 到底他们又会出现 怎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样东西 而今天各支的车队 对于这个天气的这种状况呢 相信也是做出了很多的一个预案 包括刚才也提到了 在这个换人的过程当中 将会有秘密的武器会出现 当时我们看到 这个天气啊 刚刚呢 撒了一小小的一些雨粉之后呢 有一些车队已经是开始进行一个换人 而有一些车队呢 还是保持跑了大概三到四圈 然后再进行换人 这个呢 或者对于整个车队的一个策略来说 也是非常关键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天气啊 来说是有一点点开始阴 有一点点雨了 那今天啊 看到了这个比赛的尾段时间 也有一些车呢 是滑出了一个赛道 整个的 如果是干地轮胎的话呢 对于车的 在湿地上面去跑的话呢 抓的一点不行啊 所以到最后 赛会是出了一个红旗 而这个揭幕赛的比赛呢 也都宣告是结束 当然这个呢 也就是昨天为大家送上的一场比赛 而今天呢 将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 LMP3的一个Mars Race的一个比赛 而今天我们在这个演播室现场 我们是请来了许敏聪 和我张建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这场的比赛 好 大家下午好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 最大的看点呢 就是这个 这条赛道啊 因为这条赛道呢 是一个高低落差 非常大的一条赛道 而且呢在中国 相差22米 相差22米 而且在现在中国地区的话 这条赛道算是一条 非常有特色的一条赛道 相比起我们之前可能了解 比较多的这个上海国际赛车场 驻海国际赛车场 还有我们广东的 广东国际赛车场的话 这条赛道呢 很多车手都说 来到这里感受最大的 就是那种上下落差的 那种驾驶感受 因为这种上下落差的驾驶感受呢 首先需要一个地域的一个优势 因为在这里它有一个后山 有一个后山的话 有一个上坡的 一个小山坡 上去以后是一个小平路之后 再来一个下坡 第三的位置 对 第三的位置 然后还有很多连续的弯道 这样呢就不断地让这个车手 要做出一些重心转移的 一些驾驶技巧 而在这个重心转移的 这个驾驶技巧当中呢 如果你的驾驶技巧不够细腻 或者是有时候发生了一些小事物 就很容易会被超车 或者是让你的成绩受到影响 所以这条赛道会让我感觉到是一场 这一个 让这个比赛会感觉到非常有悬念 而且这个LMP3 也是在中国地区第一场这样的赛事 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 究竟哪位车手能在这个主赛当中 能够先拔头筹 拿到这个第一个冠军的话 也是我们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也是这个赛场的又是另外的一个第一 对 我们之前在这个练习赛排位赛当中 出现了很多第一 第一场的比赛 然后第一个红旗 第一次安全车 对对对 最全新的一个赛道 对 而且也要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LMP3这个车型 可能有一些观众未必很了解这种车型 它其实是这个乐盲24小时 耐力赛的这个LMP1 还有这个LMP2的这个赛车的 这个一个发展出来的一个原型车辆 好 现在比赛开始 首先进入到第一个弯 T1 好 Rowing Star 看到 哎呦 这边出现了一个问题 33号车在进入第一个弯的时候 要了一个内弯 但是出现了一个打滑 直接出了赛道的一个情况 对 现在驾驶的就是这个叶弘历 这个是叶弘历跟马清华的赛车 像让他在第一个弯就受到了一点影响 看看后面其实还可以去追回来 这个好 开始到这个下山的路段 这个下山的路段是昨天好多车手告诉我 在采访的时候他说非常小心的一个位置 因为下山的时候 而且加上现在天雨路滑 很容易会出现一个打滑的现象 这个比赛一共是进行一个小时的一个耐力的时间 对 没错 虽然说刚才出现了这种状况 但是还是有时间能够慢慢扳回来 就马清华首先是第一个车手上来 对 其实这种一个小时的 这种像是一个小的耐力赛 其实他最好看的地方就是 你没有到最后一刻 你不知道谁能够带到最后 其实在一个小时里面 能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 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在今天的整个一个小时的耐力赛当中 我们可以慢慢地去了解一下整个的一个情况 来看一下刚才的那个事故的一个问题 Rolling Star 直接通过终点线之后呢 比赛就开始看到马清华直接进去到内弯 然之后持着内弯的道 似乎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转播的这个方向 或者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没有看到到底前车跟他到底有没有 这个位置看一下 前车的左后轮到底有没有一个碰撞 令到这个马清华所驾驶的这个33号 赛车进行一个打滑就是方向 对 前方这个方向进行一个打滑的一个状态 对 值得一提就是昨天的这个赛事当中的第二棒的车手呢 就是来到今天就换成了第一棒的车手 对 马清华昨天是排第二 对第二棒 所以来到今天是首发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种LMP3的这种圆形车呢 他们使用的是一个5.0的V8的日产发动机 搭配这个六速的变速箱 这台赛车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听起来 他们的声音啊因为是V8所以 哇这个声浪是非常的迷人 我这边很快就近战换胎 对 龙巴德 一号赛车的龙巴德 这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刚才镜头没带到啊 对 对他这个左后轮可能受到一点影响 是不是上了路肩里面有一点刮蹭的现象呢 镜头没有交代代 但是这个对于他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啊 刚刚开始了大概两分多钟的时间就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批房 对 其实这种在是最好看的地方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是同一个平台的 因为这个LMP3的这个原型车大家使用的底盘都是一致研发的 就是还有这个发动机也是一样的 好我们看到刚刚换轮胎的这个车手 它因为是爆胎 这个整个轮胎都是裂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有可能就是在T1发车的时候呢 载车的这个绕流板可能刮蹭到这个轮胎所导致的 对 步伤的一个碰撞会导致因为它这个下游 这个调流板呢是非常的尖锐的 而且刚才也看到啊 一发车Rowing Star之后呢 这个第一个弯位 T1跟T2这个弯位呢 其实是一个加速之后一个break 接着就是左弯下坡 这个呢 所以其实这个抢这个入弯的一个位置啊 令到这个赛道是非常拥挤 大概是14到15米左右的一个道路的一个宽度 对 这么多车一起涌进去的话 其实相当危险啊 对 很多车手都说 其实这个赛道是非常的小 但是小也有小的好的挑挑战性 因为这个小的赛道的话呢 你如果占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势的话 你自己把握好你的心态的话 就可以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虽然说这个超车的机会可能相对会少一点 但是其实也有它的一个很大的乐趣 好 我们看看这个16号 这个对这个16号的位置 我们看到有些车好像拿这个赛车线拿的比较极限一点啊 都有点出草评了 17号啊 平坐车队啊 克莱尔刚才是拿了一个外道一个延误刹车的这种状态 就是磁刹车 对 它是一个战术 它因为想在内线去抄对手嘛 所以就用了一个驰刹车 但是这个赛道刚才你也提到啊 其实其实一个全新的赛道 对 全新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赛道上面 其实这个轮胎的痕迹啊 其实并不太明显 所以有些的车手就这一点而言呢 他会觉得这个抓地力上面是稍稍有一点欠缺 所以刚才你可以看到 克莱尔是出来的时候整个尾巴是甩的 他是有点甩的 因为这个全新的赛道 赛车在赛道上面行驶的这个时间啊 还有这个次数呢 都相对比较少一点 所以在赛道的这个Racing Line 就我们所说的这个赛车线上面 所留下的一个轮胎的一些胎胶 是相对比较少 所以有些车手就说 来到这条赛道 哇 很滑 但是这种滑就是看看谁的这个驾驶的这个技术 更加的细腻 在这种滑的这种赛道当中 你必须更加专心 而且你的油门的控制 还有你的刹车点的控制 也需要非常非常的这个细腻 才可以让你的赛车很平稳的进弯 还有很平坦的这个加速 对 确实对于赛车手来说 同一条赛道条件是一样的 就看你的这个调试的能力 适应的能力会是怎样 刚才我们也稍稍留意到了 其实在赛道上面是有一些小的障碍物 不知道是从哪儿出来的 刚刚张建也说到了 大家在一个同一平台的这个全新赛道上面 其实这个车型也是同一平台 对 包括发动机是同一的 都是5.0的V8的日常的发动机 而且底盘也是同一个平台 包括车壳也是 大家都是420匹的马力 大家可以调的就是 例如说你的尾翼的这个角度 还有说你的这个绕流板的一些角度 大家可以调心这些 而其他的都是同一平台 其实参加这一个比赛的话 就是为了有更多的车手 能够是进入到这个24小时的这个热盲的这个传统的耐力赛当中 首先车手要参加到这个LMP3的这个赛事 如果成绩好的前两位就可以进入到LMP2 这个还有这个亚洲雷亚洲的热盲的赛事当中 如果在热盲的亚洲热盲的赛事当中 你还有更好的表现的话 就会被推荐到参与24小时的热盲耐力赛当中 其实就像一个像我们打游戏一样 要一个升级要一个变级 先从这个LMP3再到亚洲热盲耐力赛当中 在最后参加到这个传统的24小时耐力赛当中 因为你要跑到跑够这样的一个积分 还有得到一定的认可 才可以去参加这个最终的一个终极大赛 确实是需要这样子 而且这个系列赛 我们说到的这个整个急速先锋系列赛 也是让很多的一些 想进入到高级比赛的车手 拥有一个进门的一个机会 对 没错 没错 其实现在在中国的话 赛车的赛事已经是琳琅满目了 也是处于一个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所以很多的车手 喜欢赛车的一些朋友的 都想参加到赛车当中 而怎么样才能参加到这个赛车当中 其实现在都有很多的机会 包括我们这个急速先锋赛里面的 这个系列赛里面 还有一个冠军之路 其实来到这样参加一个比赛的话 就可以完成一个想做车手的一个梦想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镜头 就是25号车的马格罗 这个批房里面他们的一个情况 非常紧张的去看到 马格罗是来自澳洲的一位参赛选手 今年33岁 好 现在看到这个排位当中 95号依然是甘位发车的这个贝石 还是遥遥领先 但是到底到赛会 刚才对于第一圈的第一个弯位的时候 出现的这种状态 会不会出现其中的一些主罚 这个我们不知道 待会看一下官方的一个信息出来 其实现在贝石的这个领先的优势还是挺大的 因为他跟2号的18号车的这个领先差距呢 有差不多5秒4秒多的一个时间 如果他在之后的这个发挥啊 还有这个换人当中能够把握到这个机会的话呢 我相信他今天很有可能就是Pot to Win 就是甘位发车然后夺冠 但是还没有到最后一刻 对面后一刻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只是一个参赛 现在还有50分钟刚刚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了 而且待会呢 我们可以慢慢去了解一下整个的一个赛事 现在呢95号这台车呢是遥遥领先 第2名战时领先的距离还是相对来说是有一定一段的路程 反而呢第3名第4名第5名第6名的这个争夺 现在呢 看到了我们这个马路这个中间赛道中间 我看到了那是一个是一个赛道的一个指示物来的那个刚刚呢可能大家在争抢位置的时候呢撞到弯心里面的一个一个提示板然后就飞出来了 这个对于赛车来说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危险 这种赛道当中其实这种赛道还没有更好的体现出来 没完全体现出来 没完全体现出来 很多车手都说在这个小赛道里面只是6档里面才用了3档就跑这个赛道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曾卓伟其中一位车手 他也是CTCC的一位车手 他这次来到参加这个LMP3呢也是他自己来说一个新的挑战 因为刚才也说了这种赛车比起其他的方程式也好或者是其他房车的赛车也好它的驾驶感完全是不一样 因为这种LMP3赛车它其实整个底盘呢还有整个车架的设计很相像就是跟方程式 但是它的操控感又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个很庞大的车身 所以在弯弯的时候没有说很像方程式那样那么直接 但是它驾驶起来它那个下压力很够所以开起来那种感觉又是很特别的 好来看一下这个 把这个内弯的这个线路封死了 所以呢对方呢也没能完成这个超越 看一下盯着尾巴然后就抽头出来 对刚才在后面吃到尾流看看一号弯能不能抢到 哎呀两台车就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碰撞但是没事 这边马青瓦守住了位置 好然后进入到T3上山的一个位置 好这个有一个小小的直路接下来看看能不能拉开差距 好后面的赛车一直在跟着马青瓦在吃他的尾流啊 看一有机会就会抽出来想超过 好这个位置的昨天也是发生了一个掉头的现象 好马青瓦很盛畅的过了这个位置 好接下来也是一个连续弯的位置 也是几个慢弯 因为刚才也提到这款赛车的一个特性啊 其实浙江国际赛车道赛车场这条道呢 对对于LMP3来说呢 这个一落的一个上山下山的一个组合弯回来之后呢 从这个T13下来之后一个右转 接下来一个大直道 接着稍稍的一个左弯 然后接着一个90度的左弯回到一个发车直道那 这一段路啊 就是我们的第三即时段这一段路啊 对 其实相对来说可以发挥一下这个LMP3的 它的整个的一个马力 对 还有它的一个特性 但是T1上去之后呢 包括T1T2T3一直去到T13 这一段的上山下山左弯右弯这一段路呢 其实对于他们的整个这个马力啊 它的一个特性啊 稍稍是有点欠缺 但是有很多的车手也提到了 就是这段路 更考验的就是车手的这个开车的技巧 这个呢 才是他们真正的技术服务 对 因为从T1先是一个左弯 然后下去以后就要做一个重心转移 然后到一个右弯 然后一个小右弯之后 也是一个上山的一个左弯 所以两次的这个重心转移 所以对这个车手的一个平衡性 还有一个操控性 是非常的一个要求高的 因为如果做不好的话 一个会损失到时间 第二个很容易就会在这个下坡的这个T2的位置呢 就是会做出一些失控的 其实特别是在方程式里面 我们前天在看这个练习赛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方程式就在这个T2的位置是打滑的 好我们看一下起步阶段的刚才出现的那个状况啊 对 好可以看到就是5号车的贝石很清脆利落的就占据了自己的领头羊位置 但是这个啊 我现在就是还是这确实要等这个官方最终的 因为他从外线直接看到领线的 那一下子其实他是没有考虑到后面那台车的那个 那个行车的一个路线 好我们可以再看一次 其实这个是马清王他自己的一个失误 因为他刚刚好的左轮上了路肩 上了路肩以后 然后他的左前方就碰到了 有点碰到前面的赛车 刚好因为他左轮上了路肩以后呢 就会有一边轮子的是失去了这个抓地力 然后刚刚好又碰了一点点前面的话 就会做出一个掉头的位置 刚好那个力量一撞的话 就会很容易这样去掉头 重点就是这个 当然这个情况是放在这儿了 现在赛会就是要看一下 到底他们这个线路上面 到底有没有进行一个影响对手 这种状态 因为之前也是吃过这个亏啊 在这个 昨天的那场比赛当中吃过这个亏啊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25号赛车的马克尔 他一直在向3号 3号车排在第三位的帕特森去发起攻击 他一直想找机会啊 虽然距离好像有点远 但是他也一直在找机会去缩短之间的一个距离 所以第三位的这个抢夺了也是现在的一个看点 那刚刚就是17号的赛车 还有就是20号赛车之间的一个争夺 他们在抢这个第六位 就是这个卡拉尔还有这个塔利亚利的之间一个对决 好现在镜头还是给回这个马克尔 好我们在这个官方数据上面看到 然后暂时拍在最后的这个复胜车队的龙巴德 在第一季时段当中是跑出了最快 全场最快的18.624秒 他暂时是落后的圈数是比较多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包括他爆胎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暂时呢是领先 啊应该落后相对来说有一点点 多起码一圈多的一个差距 但是他还是要奋力往前去追 毕竟还有四十多分钟的一个时间 对其实在四十多分钟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因为虽然你开始的时候 你自己有一些失误或者是有一些状况 但是也不能说其他对手 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机会也是平等的 李卡多 泰克拉 对其实李卡多昨天在采访的时候 也是说到自己对于这条赛道是非常有信心 虽然说这条赛道很小 但是他说很有这个挑战性 特别是上山的路段 他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上山的路段 而且下来的这一刻 他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超车点 因为昨天也看到了 有许多的赛车在山上的时候呢 是一个下山的时候被超越的 所以也是这条赛道一个很好看的一个位置 而且有些我们认识的车手告诉我就说 你这个上山的赛道有点像澳门的赛道上山 那个加斯兰那个位置 好像这个上山的路段有点像一个小澳门的赛道 当然每一个选手他对于这个体验还是有不一样的 美食看到这个 也就是今天干位发车的这位车手 95号赛车 刚才我们赛前也是跟他聊过 就是他说虽然天气这里好像不太稳定 但是他们也不担心因为他们有好的技术团队 已经做好了 就算下雨也有这个充分的准备 今天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啊 现在是阴天 对很阴 但是这个要不要下雨 这个是很大个问题 因为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而且刚才也提到就是赛会是不能允许他们单独去换轮胎 你接下来的时间到底会不会下雨呢 昨天给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是大概是四点钟左右 他忽然间就一团的乌鱼就飘过来 就傻那么一点点雨 然后接下来那个地面全湿了 然后接下来他就停了 对 然后弄得你不知道究竟是换雨太好呢 还是说继续用干太好 其实这个是最纠结的一个时刻 但相信每位车手他有自己的不同的驾驶方式 但是对于这种不同的天气 相信各位车手都会有不同的准备 当然我们自己的个人猜测 我个人猜测 在今天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基本上是以这种天气为主 当然这个只是个人的猜测 其实我也挺认同你这种说法的 因为在前两天在这条赛道当中 我也跑过几次在外围也好 或者是在场外也好 看到当地的天气 其实现在这个时刻 应该是一个很大太阳的一个时候 但是今天的话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是知道我们的一些高级的车手 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车手来到现场 就像太阳公公也想休息一下 来看看比赛了 而且包括这个赛事 MP3 这次来到浙江国际赛车场 其实也吸引了不少的著名的一些演艺明星 对 包括三个车队 一个是成龙的车队 对 一个是刚才林志颖的车队 我们的同事采访的 林志颖车队 对 平座车队 对 平座车队 当然还有其他的好像郭富城的车队 对 富城车队都参与到这个LMP 当然除了这个LMP3的这个比赛之外呢 其实之前我们也进行了一个CLEO的一个比赛 同时也有很多的演艺明星也是参与了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所以这一项比赛 我觉得是让更加多的人有机会去接触赛车 然后就入门赛车 对 其实FLD就是这次比赛的主办方FLD呢 他们也希望通过一些明星效应 还有一些赛车手啊 一些著名的赛车手来到现场 给各位的观众 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些喜欢赛车的一些朋友 了解到不同的赛车在不同的赛道当中跑 又是怎么样的 不同的赛车文化可以让大家了解到更多关于赛车方面的东西 其实现在赛车在中国已经算是一个大家都比较了解的一种运动了 虽然它还是一个发展阶段 但是也有很多民间的赛车手 经常到不同的赛车场去参加一些 平常我们所说的一些Trend Day 就是一些赛道日的活动 或者是像一些民间的赛事 就像FLD的他们这种急速先锋赛 以及是珠海国际赛车场所取行的一个泛珠三角超级赛车节 也是让更多一些平民的赛车爱好者能够踏上赛车之路 对 而且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那个镜头是给到了 三号车 对 三号车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对于这个LMP3来说 这个赛道他们在练习赛完了之后 其实练习赛之后我没了解过 就是在他们的排位赛结束之后 进行国际赛采访的时候 他们也提到 对于LMP3来说 他们车的抖动是挺弱的 对 因为这个赛道的原因 对 所以在大直路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小小的抖动 但是比起在练习赛 或者是昨天的排位赛当中 今天好像有点赶善 也许是之前也有几场的比赛在进行举行 所以在赛道上面留下的轮胎的线路 这个胎胶也相对比较多一点 所以也有赶善 也或者是许多车队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 因为这个赛道毕竟新嘛 所以在赛道当中也有一些小小的感觉 不同的感觉 或者是滑的一个原因 也是导致到许多赛车手去说 哎呀 这个赛车场太滑了 所以在技师的调教方面 都是相对的严谨 或者是相对的这个细腻一点 好了 现在我们的镜头呢 捕捉到了一个 或许会蚕躲比较厉害的 其中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争夺 22跟17号之间的 67位之间的一个争夺 也就是克莱尔 还有就是帕尼亚尼之间的一个对决 大家都在抢这个第六位的位置 因为如果抢到第六位的位置 就可以拿到更好的一个积分 好 已经是盯上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右弯 接着一个长的直道 一个小左弯 接着还是一个长直道 接着一个90度的左弯 看有没有盯上 对 回来有一个小小的大直路 后面的20号赛车的塔利亚尼呢 就可以持住前面的克莱尔的这个气流 好 大直路还是有点距离 对 还没到一个攻击的一个范围 对 但是看看这个T1 它怎么去把握 后面的20号赛车的塔利亚尼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7号车的这个西蒙 艾文斯是跌到了这个第七位 而现在塔利亚尼呢就上升到第六位 对 所以他现在就是希望能不能再进一步 把对方的另外一台车给超越 对 现在其实这个克莱尔已经是盯上了前面的4号赛车的 所以说现在4号 这个4号赛车呢是岌岌可危啊 好 现在是一个下坡的路段 这个下坡的路段其实我挺想去尝试一下 因为这个落差其实挺大的 我觉得如果驾驶一台赛车从山上这样冲下来的话 那个感觉一定会非常的爽 好 这边前面应该是遇到了被套圈的1号车 好 抽出来 但是还是前面还有慢车 对 现在还有一个 好 这个抽头 好 这个抽头吃了进去 直到 在终点线的位置 好 看一下踢 哎呀 有点碰撞 要了一个内弯 哎呀 这个碰撞呢就把17号的克莱尔的这个 线路给打断了 整个车的线路都往外抛 哦 反而还把自己的队友让了出来 对 哦 一个交错换位 艾文斯 因为7号跟17号啊 两台车都是来自平坐车队啊 对 艾文斯 第二就跟之前的这个塔利亚尼就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崩撞 一度的是那个位置受到了一个影响 现在就变成17跟7号就是第六跟第七的位置 对 现在20号赛车这个塔利亚尼就轻松了过了这个慢车的奥利法 其实刚刚这个慢车一号车呢也是挡住了20号 让它在这个线路上也是受到了 也起到一定的战术作用啊 就像一个小防守就帮助了平坐车队啊 然后跑得更远一点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借力打力啊这个 对 其实在这种赛事当中 其实这个慢车是应该让这个线路给这个快车的 但是刚才好像绕绕了很久才是拿到的这个位置 当然您说它是真的是慢车嘛 其实它的速度并不慢 只是之前也出生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失误之后呢 现在给套圈了一点 好 看到两台平坐的车 现在好像感觉要追上前面的塔利亚尼呢 还是稍稍给拉开了一点距离啊 对 塔利亚尼的速度其实也是挺快的 那现在最快的圈速就是1分27秒4秒 对 1分27秒45 那它这个成绩呢基本上呢是在第四啊 最快圈速 第四 对 其实这种赛车对于 呃 因为很多车手都说这种赛车的下跃力很够 所以在其实这种下山的路段里面呢 其实他们想拿到的优势是非常的多的 因为下山的时候 因为空气都是向上去上升的 所以如果有足够的下跃力 其实在下山的时候呢 很容易是能够是抓到前面的一个赛车 如果距离靠近的话 好 看到了这个 大支路 对 稍稍是领先的贝石 然后接下来第二名 保登 好 第三名 好 现在整个赛事已经进入到第20圈 赛事已经是过半了 差不多 好 很多赛车都在我们的这个 大支路的这个位置是通过 庄建有没有发觉这个V8的这个 引擎声的这个声浪非常的迷人啊 我觉得在今天的三个赛事当中 有这个AFR楼的这个亚洲零动方程式 还有这个Curlion 这个克里奥的这个中国系列赛 而我自己最喜欢听的赛车声 还是这个V8的引擎声 其实有很多车迷的爱好者啊 除了这个车漂亮 它的动力吸引之外 有一部分还是为了这个声音而来的 这个引擎的声音而来的 其实它这个V8的发动机的声浪 是其他什么四缸的发动机 以及是一些涡轮增压的发动机的 一些声浪是无法媲美的 因为这个这种声浪有点像我们 平时在这个街上的一些超跑 因为很多大马力的超跑 也是喜欢用这个V8的发动机 而这个是属于代号为VQ45的这个5.0的V8 日产发动机的装上去这个LMP3赛车当中了 其实它420匹的马力了在这条小型的赛道当中呢 还没有完全体现 因为这条赛道还是挺小 好我们看到了领先第一位的95号赛车的这个贝石 进入了维生战 现在要进行一个车手的一个轮换 他的朋友他的队友啊 Winslow 是英国的40岁的一位车手 对 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赛事啊 要开始20分钟之后才可以进行一个换人 对 而这个换人的这个换人窗呢 这个这个阶段呢只有10分钟的时间 你在这10分钟里面就可以去合理的安排 什么时候进站 什么时候去换你的队友上车 这个也是非常的讲究技巧 而且在前几天的这个练习赛当中 很多的车队呢都已经是专门去为这个换人的这个 呃 战术是做了一个排练 因为上下车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很抓紧很紧的一个时间 所以上下车也是一个很好的技巧 因为知道赛车上车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这个空间比较狭窄 而且上车以后还要带上一个护具啊 安全带等等的东西 好33号这边啊也是进批 91号一共三台车 现在是进入到了这个批房进行一个换车手的一个工序了 对刚刚也看到33号赛车的马清华进来了 已经换上了叶弘利 对叶弘利 16年啊日本的三级方程式的锦标赛 而且是澳门三级方程式大奖赛都参与过 所以他们两位都是属于A级的一个车手 对而且两位都是有参与过我们中国防身锦标赛CTCC的赛事啊 两位都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高级别赛事的一个专业的车手啊 而且他们两个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无论是场内场外都是经常看到他们两个要么就在聊战术 要么就是两个轻松地一样不断在聊天 那镜头这边看到很多的赛车啊车队啊 陆陆续续也是进入到这个批房的进行一个更换这个车手的一个工序 对好现在就是看到了一号的赛车附胜车队的车手 Oliva 回来换上中国香港的车手 这个 对 就是中国香港的车手 斟酌围 重点是他们全部换完了出来之后 这个排位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啊 只有五台车是进入到这个批房 曾经进入过批房的一个情况 对 17号赛车评坐车队 现在是换上了何晓乐 对 这场比赛评坐车队的老板 林志云也是来到了现场 他也是亲自观看自己的车队 在这个LVP赛的首场 也就是全中国首个这个LVP赛事当中的一个表现 所以 今天陆赛好像是拿了第二 对 对其实对于这个车队来说还是挺有压力的 毕竟老板也在观看自己的比赛 你的心经空间有多老 这个就能定 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就是平时排练的时候都挺好的 就是一到商场如果有特别大的压力 不过这个是开玩笑 因为其实职业车手的话 他们都在处于一个非常的专注的一个情况下 去开自己的赛车 其实他们都是专业的 所以对于外界的一些声音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影响也好 他们都不理 只有拼命的跑 不停的在跑自己的线路 对 而且大家要留意一个小的一个环节 就是每一个车队它两名的赛车手 他们有一个评级 而他们这个评级的中和出来的一个打分 他这个进批房换车手就换队友的时候 也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定 所以这个或许就是 当然你是更高级别的 他的时间会更长 这个呢 对于你看现在 他虽然是换完了 但是不能马上走啊 对 但要等够那个时间 他才能出发 对 而现在留在赛道的 现在处于第一位的就是 KCMG车队的护登 还有排在第二位的帕特森 他们两位呢 还没有进入这个批房当中去 就是进行一个换人 其实这个换人的时间只有这个十分钟 你在十分钟里面 你怎么去把握你的换人时间呢 这个就是车队的这个一个布扣 还有就是一个战术的安排 好 KCMG的车队也进来28号 好 现在看到第一批的这个 已经换人的一个两台赛车 已经是出来了 从维修区 好 就这一段的换人回来之后的 整个的排位情况 这个是非常的关键啊 因为由于进了这个批之后呢 其实是几乎是用了一个圈的一个时间 可以看到车手是如何坐进到整个的 坐舱里面 非常狭窄的一个地方 对非常狭窄 所以上下车的时候也是要非常的小心 好 现在看到18号车手 已经换上了我们广州的车手魏超英 在赛前呢魏超英也是说过 他这次有一个秘密的武器 但是他就只是卖了一个关子 他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秘密武器 他的秘密就是没秘密 对 让你去猜 对 这个就是让你去参透 这个没有秘密 就是 故弄元虚嘛 我就说我有秘密 你就猜呗 你猜到底是怎样 对 魏超英这位车手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赛车手啊 也是参加过很多的这个明天赛事 也是参加过2016年的这个亚洲热芒的赛事 所以这个这种LMP3的这种圆形赛车呢 对于他来说虽然是一个新的挑战 但是他对于耐力赛的那种把控啊 还有体力上的这种控制也是对他来说是非常的有经验 超过一分多钟的一个批的一个时间啊 近批的一个时间啊 好 镜头给到了一号赛车负胜车队的这个正左尾 而紧随其后的还有就是石翘赛车 韦特 也是平坐车队的车手 刚刚做了一个轮换 龙巴德现在他还在赶路 但是在赶路的过程当中呢 好像赛车的速度不太好啊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是进过一次批房了 对 就因为左后胎的一个爆胎的一个情况 好 现在看到17号赛车的韦特 平坐车队的韦特 一直在跟随附胜车队的真左尾的骑后 那真左尾也是一上场就找到了感觉 在跑出一个自己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线路 虽然现在11号赛车这个 这的话就应该是一个套圈的一个状态了 对 好回来1号弯 一个左弯之后就是一个右弯 然后在上坡 在这个上坡的路段里面呢 1号赛车的真左尾就成功超越了也是平坐车队的赛车 这个何晓乐也是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队友啊 好像出现问题了 哎哟 郑哲伟这边掉头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下慢进 但是对于他的一个时间呢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应该是刚刚有一个小的碰撞 现在郑中伟后面的还有一台 在排名上 在他前面的车手 叶红利应该是 叶红利 33号车 对 哎哟 这个 复生车的1号这个赛车出现这么多状态 现在赛车剩下21分多一点的时间 好像 感觉他一样追上来也机会不大了 还是那一句吧 还没有到充限的最后一刻 我们很多东西都会不知道的 因为虽然说现在1号赛车 这个复生车队的这个赛车排在最后一位 但是未必能保证他前面的一些赛车 不会发生跟他同样的一些事物或者一些状况 所以赛车就是这样的了 没有到葛子奇挥动的那一刻 我们都不知道谁是最后的大赢家 看到Winslow开的这个95号赛车 暂时是排在了第三的位置 对 Winslow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一位车手 而且在赛前我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说这条赛道的话 对于他来说是一条非常非常适合他的赛道 因为他在一些慢弯当中 是他个人的一个驾驶技巧的一种体现 因为是在特别是1号弯之后呢 有很多的这个连续的小的慢弯 所以对于驾驶的这个把控啊 还有这个细腻度都是非常的大 所以特别是Winslow他这样的一种有经验的老车手 所以对付这种连续弯 哎呦我们看到赛道又有一个是障碍物掉出来了 说起Winslow英国的一位40岁的一个车手 今年呢刚刚就是结束的一场12小时的耐力赛的壁祖当中 他是获得了一个亚军 而在之前16年的亚洲勒芒L1P3当中呢 他是获得了一个冠军 呃是确实就正如徐明聪说到的 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经验老道的一个车手啊 好现在镜头给到的就是正在领头羊位置的18号 KCMG车队的魏超英 广州的车手也是一位经验老道的一位车手啊 参加过不少的民间赛事 也参加过2016年的亚洲勒芒的耐力赛 他之前在亚洲勒芒的赛事当中是驾驶一台488GT3的赛车 而这一次来到L1P3系列赛当中呢 他驾驶的这一台赛车给他他最大的感觉就是 呃操控更加的直接而且下压力更大 这种赛车的话大家都是在同一平台 都是拥有一个5.0V8的发动机 都是420匹马力 而底盘以及是外壳的都是同一规格了 呃而大家可以调的就是一些 呃例如是减真切悬挂的一些呃 调他的软硬度以及是这个唯一的一些角度 而其他的基本上大家都处于同一状态 所以说同一个赛道同一个平台 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赛事 魏超英刚刚啊在这个T2的位置啊 刚刚好把那个障碍物就掉出来这个障碍物了 稍微碾了一下 对呃幸好那种障碍物是一种软胶的一种障碍物 所以呃碾过去的时候呢 他不会像金属那样会飞弹起来 而当然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 对呃有可能是轮胎不小心啊 呃踩到上面粘到上面的话打滑 飞到后面的赛车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赛道的这个清理也是待会要工作人员去处理的一个问题啊 38号赛车呢现在呢就是刘锡辉 但是他现在呢其实是呃比这个魏超英是慢了几乎一圈啊 对所以别看他们现在好像真的挺挺厉害的 但是其实相差一个圈的一个差距啊 对啊还有就是现在看镜头呃可以看到的就是 就是95号的赛车这个Minslow 还有就是他前面的二手赛车 泰勒 对现在就是二三位之争 看看Minslow这位有经验的英国老车手 能不能在泰勒身上赚到一点便宜 能够为自己再度抢夺到这个第一位的位置 因为刚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95号赛车 这个crash bamboo车队的这个赛车呢 呃是甘位发车 他们在qualify这个排位赛当中取得了一个好成绩 能不能甘位夺冠也是经厂的一个看点 一个上坡的一个路段 其实我想问一下张剑就是来了这里这个浙江国际赛车场几天 这条赛道有没有给你一种想下去驾驶的一种感受 我去到每个赛道都想 啊是吗真的吗 而且最好就是开这种车去试一下 对其实我来到这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哇第一感觉就是很熟 特别是在T1看上去T3的位置 因为是一个小上坡的位置 我特别想用一个全油门的一个状态冲上去那个山坡 因为知道这种小山有这种这么小山坡的一种赛道 我们在国内是非常的少见 呃他这个冲上去这个小山坡的话 有点像澳门的这个松山的这个路段了 这个加斯兰上去的这个路段 上去以后也是一个半山腰 所以这种感觉是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坡度啊这个赛道的坡度最大是去到10度 哦10度 对所以这种观感啊还有这种给你的那种体验体验感 其实是相当强的 包括刚才说到的T1T2上的那个第一个坡的时候 嗯 他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啊 终点大直到的山坡上 嗯 应该说是山腰吧 然后那个地方呢 刚好就是观众 观众席上面刚好也能看得到 哦 所以这个这个赛道啊 之前我觉得去过那么多赛道 其实我个人会感觉到 这个赛道对于观众席上面的观众来说是非常 一种享受 哎对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因为他基本上是二分之一的赛道他全都能看得到 其实在每天封赛道的时候 我特别想就是跟工作人员沟通 就是我能否驾驶你们的这个安全车 或者是这个MEDICAL CAR这个医疗车跑一跑 跑一跑 因为这次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安全车是用了一台就是 呃 V10发动机的这个 呃 这个 口配啊 这个 这个阿爸口配 呃还有就是MEDICAL CAR就是这个医疗车就是用了这个全新一代的这个 这个RS6的这个呃 旅行版的这个车型 哇所以这两条赛车对于我来说都非常有这个驾驶欲望 而且来到这条全新的赛道上面 我更加想开着这两台车去感受一下这条赛道的这个魅力 好我们回到赛道现场 WINSROW好像已经是来到了一个攻击TILER的一个位置了 对 看下接下来这几个弯道都是一个高速弯 追上了 能盯到这个尾流 然后抽出来内道 好 吃了一个内线 对 但是20号的这个TILER啊 不想给后面的这个95号的自己的队友啊 WINSROW是过啊 这个成了一个队内之争啊 虽然他们的赛车不是同一样的颜色 但是他们都是效力于同一个车队 但是这种队内之争有时候也会很容易过火 就像之前上个赛期这个F1的奔驰AMG车队里面 我相信这一题的话相信大家都会很清晰 就记忆犹新啊这个 对 没错 反而呢是成就了其他的车队 对 莱克林跟这个汉米尔顿之间的一个争夺 就最终两个人都没法完赛 所以有时候这个队友之间的这个争夺也是一种技巧啊 不能太过火 但是又不能说没有一点的攻击性 对 看啊 连续好几圈已经是盯着这个泰勒 然后前面遇到了一个慢车 机会来了 对 有一台38号车的这个成龙要来赛车队的这个38号赛车做了一个小的主挡 就反而给了机会 这个95号赛车的Winslow是超越了自己的队友泰勒 哇 哦 是没有超越 是他们两个一起超越了 哎呦 这个38号赛车也是 给了这个20号的这个泰勒一个机会啊 可以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好 这个Winslow冲出来 在内线超越了自己的队友 这次真的是超越了 好 轻松清脆清脆利落的超越了自己的队友泰勒 呃 虽然是同一个车队 但是他们选用的颜色是不一样 呃 这个95号赛车就是这个干位发车的这个Winslow 还有这个贝时他们选用的赛车的颜色是红色 20号的赛车的泰勒他们是选用了一个灰黑色 所以观众朋友就很容易就是一目了一目了然的就可以看到两台赛车之间的这个外形上 还有这个颜色上的这个区别 而且就他们对类来看啊 现在Winslow他跑出了最快的圈数是1分27秒239 就唯一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圈数 最快的圈数是跟这个卫超音速都同样可以跑出1分27秒239 反而你说太乐吧 现在他跑出来的1分27秒454 相对来说好像竞争力来说好像稍稍欠缺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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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年亚洲雷洛方程式分战的季军 一六年亚洲乐盲杯冠军 好看到越来越接近但是魏超音不断在做一个防守的线路 我刚刚可能这个刹车点有点迟了所以看到一个锁死的一个现象好看到Winsrow抽出来没有好还是哎呦已经超越了哎呦这个 这个华超音这个左弯一个发脚弯的一个刹车点好像太晚了 他是做了一个假动作然后也迷惑了我也迷惑了这个魏超音以为没有机会超越但是他其实这个假动作是一个呃为后面的一个弯道所埋笔的埋伏这个伏笔的一个动作 好看看魏超音能否在后面的这个T1弯能缩小这个之间的这个差距 哦看到95号Winslow也是把这个差距不断的拉大 但是魏超音他现在问题就是他这个车啊是越跑越慢刚才那一圈是跑了一个1分30秒出来 对可能是不是车辆出现什么问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好再看这个慢进 超越好这个下来下来以后这个是假的假的好躲到你的后面看到机会抽出来 然后就直接塞到你的这个车子这个车的旁边 我觉得这个呃其实Winslow他抽出来那一下呢令到魏超音他会觉得他们走内线 对然后魏超音呢就想着通过那个外线的加速直刹车然后就压回过来 啊谁知道Winslow一个转头他又回回到这个自己的内线的位置 所以这个40岁的这个老江还是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经验啊 所以说这个江还是老的那几句话是真的没错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魏超音他的车是越跑越慢 对有一点点问题啊你看他在之前 呃当然他这个呃策略这个刹车田这个位置或者会有被迷惑的因素 对对对也又或者是他其中操控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车的一个问题你看他当那个Winslow过了之后 现在魏超音是给他是越拉越开啊这个差距是越拉越开啊 其实车应该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应该可能调试方面有点的问题 好我现在看到比赛的时间还有大约五分半的时间 所以在这五分钟里面各位车手都是要把握住自己的机会 可能现在很多车队的指定都会说哎在最后的时刻冲一下吧 呃耐力赛也未必 当然能冲的当然是最好哈剩下五分多钟的时间 对因为五分多钟的时间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 所以在最后的阶段能不能把握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名次呢 也是车队最后的一个指令大概也就是三圈的一个时间 25号赛车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25号赛车 应该是练剑胜啊来自新加坡的一位车手 在16年是拿到了亚洲乐盲系列赛的冠军 14年亚洲乐盲系列赛的亚军 然后02年的时候呢就参加过亚洲方程式2000 拿到了一个冠军 对而跟在这个第八位就是平坐车队的何小乐 这位也是我们中国CTCC 中国防车锦标赛的一位著名的车手 他自己也是第一次驾驶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种赛车 因为他之前也是在驾驶这个CTCC的防车 他说这种驾驶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叶红利刚才那一圈是跑出了全场最快的一个圈数 1分26秒922 对现在他们S&D车队叶红利驾驶的S&D车队的33号赛车 是处于第六位 但是慢慢的逼近了17号平坐车队的何小乐 但当然我们技能还没给啊 维特 17号赛车的维特 然后现在处于第四位的就是 Aero Asia的曹洪伟 排在第三的就是Crash Bamboo的泰勒 以及第二位的KCMG的车队 我们广州车手的魏超英 而现在领头羊的位置就是95号赛车 也就是今天干位发车的这个Crash Bamboo赛车的Greens Row 好看一下 还有三分半钟不到的时间 对的在三分半钟时间里面呢 也是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了 我们应该会有更多的这些精彩镜头能够奉上的 因为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当中呢 还有很多车队他们都会拼尽全力去争夺一个靠前的一个名次 因为越是靠前 你所得到的积分就会更多 好看一下这边的三台赛车的一个缠到678的位置 而现在95号车的Winslow这遥遥领先 对还有领先挺多的你看越拉越远啊 对应该超过六秒钟的一个差距了 将近六秒钟的时间 其实虽然对于我们平时走路可能六秒钟觉得很少 你眨眼就过了 但是在赛车里面呢 六秒钟就可以跑很远很远了 一般大家了解一下吧 就是我们看它的那个时间段是以 应该是千分之一秒 作为一个计算 对 就是0.001 对 就像有时候排位赛差0.00几秒的话 就决定了你所排的位置 应该是处于前一点还是后一点 所以说在赛车的世界里面 0.0几秒 任何的时间都是一个取胜的一个关键 哪怕只有0.001秒 都可以让你在这个比赛当中 处于一个不同的位置 所以说赛车的魅力就处于这里 好 现在镜头给到的就是 KCMG车队的魏超英 好 现在看到就是95号赛车处于领先状态的 Crash Bamboo车队的 这位40岁 惊艳老道的英国车手 刚才也是在大直路当中去过 这个18号的KCMG车队的魏超英的 这个精彩的画面 让我们现在也是十分的回味 对 它过了这个终点线之后 比赛的时间都是一分十来秒的一个时间 对 也是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 好 现在看到它上去的3号 然后弯的位置上山的路段 现在对于Winslow来说 它所要做的就是 处于一个平均的状态 因为它在它的后面的这个 18号车的这个魏超英 跟它的差距已经是去到10秒的位置了 所以它现在要做的就是 一个更平均的速度 一个更保守的一个教示方式来完成比赛 而不是说我不断的要去冲 好 现在可以镜头看到 17号跟33号赛车的一个竞争 就是叶弘力还有维特的一个竞争 他们现在要争夺的就是第五位的这个位置 好 可以看到他们 从下山到上山就一直在这个肉搏 好 又拿回到了一个内弯的一个位置 但是接下来的时间 对 三次 是一个左弯 右弯 对 虽然放弃了一个 同一个弯 有时候我们在开赛车的时候 就要说我们先放弃一个弯 但是为了放弃前一个弯 而保存下一个弯 就是剑也是一个驾驶的技巧 好 叶弘力 好 抢到了位置 哎呦 过得非常的漂亮 已经是超越了维特 比赛时间已经是到了 第40圈的一个情况 好 看到95号的WINSPRO的赛车 基本上已经是 如果自己没有发生太多的什么意外的话 基本上今天的这个LMP3的这个主赛的冠军 就是他的 对 最后一圈 因为毕竟他跟第二位的相差11秒 有多的一个差距 只要安全的把这个车 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 他就可以了 对 相信此时此刻 在头一棒发车的这个贝石 在这个维修区里面 应该是非常的紧张 也是带着一种兴奋的性情 虽然现在镜头没有给到他的队友贝石 但是我们可以猜到 他现在一定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看到自己的队友WINSPRO 有一个稳定的状态 而且 好 我们镜头的导演也是给到了这个贝石 看他的表现好像没有太多 没有我们预测的那种十分高兴的那种状态 可能是还没有充鲜的关系吧 他或许现在就是我把那个冠军或者第一名已经拿下来了 你现在要帮我保持而已 对 现在估计 哎呦 我们看到就是38号赛车 33号赛车 不会了吧 哎呀 叶红利 这是叶红利 对 怎么了 我们镜头没有交得到 但是可以估计的就是 他刚刚肯定在这个抢 第五位的位置的时候 就保 这个防守第五位的位置的时候 好 我们看到这个冲陷了 葛子奇已经是挥起了 好 这场比赛95号赛车 Trash Brand部车队夺得了这个主赛的这个冠军 好 紧随其后的KCMG车队的魏超英 也是第二位冲过终点 好 可以看到95号的另一位车手贝石 终于看到他的笑容了 正如你说啊 不充现啊 对 还不敢笑出来 对 刚刚我们镜头给到他还是一个 神情非常的一个严肃的一个表情 当队友冲陷了他的表情就变了 好 第四位 也是一个Craft Bamboo的一个泰勒 哦 叶弘历那一下确实是一生的冷汗啊 幸好就是跟后面的第六位 有一定的一个差距还能保留下来看一下 刚刚的慢进 看是自己的失误 好 让出了 抛出了外线 然后跟后面的赛车发生了一个小碰撞 跟三号的赛车发生了一个小碰撞 哦 38号 38号 对 38号跟这个三号的曹洪 这个曹洪伟发生了一个小碰撞 这是成龙要来赛车队的一个38号的赛车 最终他的完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10名啊 对 第10名 而现在排在最后一位的就是一号赛车 负胜车队的一号赛车 曾卓伟所驾驶的这台赛车是排在最后一名 好 现在镜头也是给到了今天的这场比赛的冠军车 95号赛车 啊 此时此刻对于 在一个小时里面绷紧了神经的这个crash bamboo车队来说 真的是一个可以释放压力的一个最好的时刻 现在在这个维修区啊 马上就等到我们今天的冠军人马 对 但是我其实在此刻我也十分的高兴 因为第二名是我们广州的车手啊魏超英 他所驾驶的这个KCM KCMG的这个赛车夺得了这个 首场的这个中国的LMP3的这个赛事的亚军 这个主赛的亚军 好 三台冠牙季军已经回到来 车脸已经回到了 哇 可以看到Vistro非常的高兴 也是举起了第一名的这个首饰 也是看到我们的镜头他也是非常的兴奋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三名的这个曹洪伟 也是一位中国房车锦标赛的一位年轻的车手 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前方的记者啊 看一下采访我们的冠军人马 现在站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今天获得LMP3冠军的车手 好 我们首先来采访一下他 看他们刚刚下车啊 OK You won the champion What do you feel now? Very happy Craft Bamboo Disney Pixar Cars franchise Did a fantastic job To put the fastest car on the track Me and Matei We're just the passengers Lightning McQueen Did all the work It was easy for us Yesterday we had a few incidents So today was nice to have a nice clean race And pick up the pick up the P1 Good man OK OK 好 也是可以看到 刚刚Visro跟自己的队友 贝时也是非常的高兴 一做完采访就是两个人就 心心相细的一个拍手掌也是互相的鼓 对 Yesterday Size需要两位车手进行一个比拼 对 如果你说一个很厉害 那另外一个实力相对来说差一点的话 这个确实对于整体的成绩也是一定的一个影响 对 因为这是一个两人的比赛嘛 所以说一个人猛 是不足以能够让你站上颁奖台 所以要两个人的这个驾驶的这个风格比较平均 这样才可以让你笑到最后 这是这个LMP3的一种这个特别的一种魅力吧 它比起其他的一种这个冲刺赛最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在处于这个位置 好 当然这个呢就是LMP3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接的时间呢 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CLEO的一个比赛 以及是亚洲雷洛方程式的一个比赛 今天下午呢拥有三场的比赛 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轮胎啊 磨损也是非常的大 因为这个赛道比较新一点 所以对于轮胎的这个磨损呢 也是相对比较比较考验 其实也可以知道就是这个比赛 无论是发动机底盘外壳 还有等等的一些这个零部件 是在这个同一的这个平台上 而且他们的轮胎还有这个轮毂 也是同一个品牌同一个规格 所以说大家都是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面 比的就是谁的配合更好 谁的这个驾驶的耐力更好 包括刚才的那种假动作 谁的技术 那个实在太精彩太精彩 好了那当然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一次比赛的精选 我们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好 刚刚呢我们是看完了这个LMP3的一个比赛 那接下来呢 这边呢我们的参赛选手呢也是聚在了一起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这一项的赛事呢 对于浙江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影响力大 这个同时我觉得也会是在全中国 当然CTCC是在中国当中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一次赛事 而浙江举行的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呢 我相信也会成为中国的另外一大赛车界的一个盛事 对 这项比赛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些传统的赛车赛事 最不一样的东西呢就是 在这场的这个赛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明星艺人到场的这个场面 对 所以在现场也是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团来到现场 我们所刚才也是介绍过了这一次 林志盈来了 对 平坐车队的这个总经理 也是平坐车队的这个老板林志盈 我们著名的认知的这个影星也是来到了现场 他是专业车手 对 他介绍 对 他说他自己兼职去跑赛车 但是他那天采访他跟我说的是 我问他你会不会之后也是参加到这个LMP3这个赛事当中呢 他就告诉我 这个我还得去考虑一下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现在当了奶爸 我要考虑到我的小朋友的感受 我要去照顾他们 所以现在赛车对于我来说 我还是想充分地做好一个老板的角色吧 车手还是留给其他更想去驾驶的一些车手吧 不过确实慢慢去接触这个赛车的一个行业的话呢 其实我们对于车手来说也是挺敬佩的 对 虽然有一些车手 他们就还还没结婚 但也有一些车手呢 他是结了婚有了小孩有了一个家庭 对 他们这种比赛是长年在外 这个呢对于他们就是参加完这项的赛事 然后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参加另外一个赛事 其实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其中的一种负担 因为毕竟他在家的时间不多 对 其实林志颖所说的这个 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想就不敢去参加这个比赛的话 他不是说这个比赛危险 而是说因为张建所说的这个 没时间陪家人 对 没时间去陪家人 因为赛车这个运动是需要你投入很大的精力 很多的时间去无论是锻炼自己 还有跟车的磨合 还有就是调教车辆的各种性能 都需要很多的时间 所以林志颖说我想多点时间去陪陪家人 那现场呢其实呢也是在进行着一个颁奖的一个仪式 对 这个RMP3的亚军 看到就是广州车手的魏超英 还有就是他的队友 然后就是看到第三位的就是 好 看到冠军车手95号赛车的 Crash Bamboo车队的Winslow还有贝石 各位车手之间也是赛后啊都是好朋友啊 在场外都是好朋友 都是西英雄 众英雄 王茂财先生也就是这次大赛赛事的轮胎的赞助商 对 这次这项赛事统一使用了家通轮胎 统一规格的轮胎 所以大家都是处于统一起跑线 无论是轮胎还有轮骨都是一样的 好 各位车手也是举起了大拇指 还有他们的奖杯 此时此刻都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一个小时下来真的 真的崩得非常的紧张 对 确实那当然接下来呢还有两场的赛事呢将会奉送给大家 分别是CLEO的赛事还有是亚洲雷洛方程式将会送给大家 那第一场赛事已经是这么精彩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相信这个赛事会更加精彩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前方啊我们也有我们的同事呢 对我们的颁奖的应该说是获奖的选手车手呢就进行一个采访 噢 这一刻是应该是放松 喷香槟 应该是最放松的一个时刻 对 没错没错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记者来说就是要躲开了 因为香槟最怕就是弹到镜头上面 但是对于车手来说此时此刻香槟喷到车上 喷到我们的这个车手服上面是一种享受 对 确实是这样的 来看一下我们前方记者为我们带来的一个颁奖后的一个采访 对 也是找到了95号的车手 两位都是来自外国的车手 一位是Vincereau 英国车手 一位是贝石 确实你看他40岁的一个一个一个年纪啊 能跑出这样子的一个成绩也是相当之不容易 当然你说在车手界上面呢不同的级别 能能能能年龄还是可以挺高的 好 来我们看一下前方的一个采访情况 你得到第二位赛 你得到第二位赛 你觉得你的感觉 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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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到最初的一路,你覺得嗎? 對,很棒,我們開始7號今天 後來勝出的開始 以後的一路比賽 很棒,我們開始7號 然後到前面,我們到最初的一路 所以我們到最初的一路 所以那裡很棒,我們在最初的一路 我們在最好的一路的狀況 我們在最好的狀況,我們在最好的狀況 我們做得到很棒狀況 然後他回到最初的一路 所以很棒的賽事,很棒的效果 在最初的一路,得到最初的一路 一定是很棒的效果 希望我們到最初的一路 那你能評價一下你今天 你自己表現或者你隊友表現是怎麼樣的? 我覺得都還可以 因為在第七位發車 就發車的位置不是特別靠前 但是我們的進戰的策略和車手的發揮都比較好 因為賽車方面的調校 我們昨天根據一些實際情況也做了一些調整 所以在今天正賽的時候,發揮就一直比較穩定 能拿個第三代回來 對,對,對,對 對,對,對 數字幕 request you on? Obviously Shanghai it's a track. The team knows fairly well from their LMP2 experience. It should be good. It's a lot less bumpy than this track. It's going to suit the cars a lot more. It's going to be a lot more suited to Le Mans prototype style car. It's obviously a faster track. Really, really good tra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hopefully getting there and showing what we can do again. We're a pretty even combo and you just need to be really consistent in these sort of races. No mistakes, and obviously you get a good result from there. 所以我认为我们这周末的证据 我对周末的证据 那你呢 你的对下一场的比赛有什么期待呢 下一场在上海国际赛事场 感觉那个场也比较熟 希望能比这一场的发挥要更好一点 好的 我们再次恭喜我们 今天获得第三名的这位选手 谢谢 谢谢 他们不断地在那扇扇子 今天的天气还是有点闷热 对 其实